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咱们在这种用法上叫做jason 什么用法呢 这个jason吧 咱们还是从头数位说 jason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说起这个词呢 一开始咱们是为了一种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是为了干嘛呢 人说前端和后端去进行数据通信 进行一个统一配合的去完成一个项 必须要进行一个数据通信 咱们前端需要什么数据了 发个信号 说后端来来来给我处理好这个东西 然后把数据打包好给我发回来 对吧 它们之间这个来回通信之间 是以数据进行传输单位的 对吧 传输数据给你发过去 再发回来 发过去再发回来 怎么样发呢 咱们过两天那个网络可回去讲 然后发这个数据吧 就有一种讲究 你说数据发过去 咱们发的数据 比如说两个人发数据就好比两个人交流一样 我跟你说英文 你要不认识是不是也不行 对吧 两个人达成的统一 咱到底说什么样的语言呢 对吧 所以发这个数据也是 两个人达成统一 后端和前端达成一个统一 达成什么统一呢 就这个数据格式咱得统一一下 你发过来的数据格式 我得能识别呀 你给我发回来的 我也得能识别呀 对吧 咱不是说他发了一个数据 在这个中间 很多莫名的过程 这个线路就给你自己 转化了好几次 让你认识了 那不可能 对吧 那不可能 就好比我说英语 你不可能认识一样 对吧 所以说咱得关注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 以什么样的格式发过去 达成什么样的统一呢 在最原始的情况下 大家达成一个统一是 这样是我前端发送的数据格式是这样的 你后端发送过来的呢 也得是这样的 咱们管那个格式啊 叫做XML 换句话说 是以XML是种语言哈 以XML之种语言的格式来传输数据 这个XML啊 它和HTML呢 有点区别 也基本上是没什么区别哈 没什么区别 在于它俩都是交本语言 都是以这种标签标签组成的 区别在于哪呢 说一个最典型的区别哈 最典型的区别就是XML 它比较随性 它比较放荡 对吧 放荡到什么程度呢 它可以自定义标签 ATML不可以自定义标签吧 ATML所有的都是人的定义好 咱们去用 对吧 XML不是 XML就是咱们写个student的标签 你这个东西 这个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咱们自定义的哈 它除了有自定义以外 系统当然也定义了一些P标签什么 它也有 但是它有个功能叫可以自定义啊 就是定义个student标签 里面有name 啊 里面有 里面有age 然后呢 name里面可以写 对吧 就是邓须名 对吧 然后呢 age呢 就是40啊 40续岁 对吧啊 40续岁 10年前40续岁啊 这样呢 就是啊 这样呢 就是一个student的一个 哎 一个自定义标签了 你说这东西自定义标签有什么用呢 里面这个name啊 什么都是自定义的 但是你这样来看的话 就好比咱们新建了一个对象吧 这是不是一个对象的形式 这个标签名就是一个属性名 里面的值就是属性值 对吧 啊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传输数据 是咱们过去咱用的传输数据的方式 就是你什么什么数据名啊 就拿标签来显示 对吧 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数据值啊 就标签里面包裹的东西来展示 这是不是和对象差不多 对吧 这么一看的话和对象差不多吧 所以过去传输数据的格式就是xml的格式 所以导致啊 所以现在数据库的一个基础格式也是xml的格式 但是现在呢 咱不用它了 现在不用它了 现在用啥呢 现在用一种新的格式 过去咱们想 哎呀 你无非传这个格式就是要模拟对象嘛 现在好 咱干脆更方便了 那我干脆给你传对象好了 现在咱们传的数据的格式就是对象 就是对象 里面有什么数据 你就写什么数据 比如name 邓虚明就是age123什么的哈 这就是一个数据的格式 本来它叫对象来的 后来它应用到这个数据传输里面 咱给它换了一个词叫做jason 换了一个词叫做jason 所以以后咱们传输数据的格式要满足jason的格式 换句话说就是满足对象的格式 懂我意思吧 后来咱们为了区别说总得有点区别吧 你像这个构道函数和函数是一个东西 咱也硬让它有一些区别 给它搭写了一下对吧 就这个也是啊 本来没什么区别 因为让它有点区别怎么办呢 咱利用语言的特性 咱的语言的特性就是对象 它的属性名 你可加双眼号 也可不加双眼号对吧 所以这回呢 咱为了特定规定出一种阶层的格式 咱们让对象的属性名 强制性的必须加双眼号 你说如果你写的这个东西是jason的话 你就必须得让它的属性名加双眼号 懂我意思吧 属性名加眼号 正常的时候加不加都行 懂我意思吧 咱正常对象的语法是你加也行 不加也行 反正不算错 但是放到jason里面 咱就规定了 你要写一个jason的话 这个属性名 必须得加双眼号 懂我意思吧 就是规定一下 区别一下 要不然怎么样区别 对吧 这么来区别 所以这个就叫做一个jason了 当然它也叫对象 懂我意思吧 它也叫对象 就类似于咱们那个构道函数 这个手字母必须搭写一样 全是人为规定 懂我意思吧 反正不犯错 这是一个jason的一个表示形式 所以咱们传输数据的时候 传的是jason 但是说传输数据怎么传呢 其实传输数据吧 它很简单 咱们传的呢 咱们传的 你不可能把这个对象直接传过去 因为它不识别 传的只能是二进制的 这种文本的格式 怎么来规定二进制文本呢 也就是传的其实是字符串 咱们传送给后台的 其实是字符串 然后后台传输给咱们的呢 也是字符串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 是jason格式的字符串 换句话说 咱们传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字符串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里面是个jason 然后后端拿到这个字符串的jason 它会有一种特殊的语法 把这个字符串的jason 解析成正常的jason 能懂我意思吧 然后咱们前端 怎么想把这个jason 变成字符串的jason呢 手动的加算一号 那不靠谱啊 怎么变呢 有一个特殊的语法 就是这两个了 一个是jason.press 一个是jason.stringify 这个jason.stringify 这个jason它是一个静态类 静态我说过 类似于mess 懂我意思吧 它是个静态类 你不用够到它 它虽然说是一个够到函数 不用够到它 它身上就有很多函数 身上有个函数叫stringify 这个stringify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你现在 咱握一个obj 等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name abc age123 我想把这个数据传输给后台 传输给后台 怎么办呢 首先要经历一个过程 叫jason.stringify 把这个obj放进去 接下来它会返回给你个字符串 保存刷新一下 咱们在页面里面看 来看这 回车 看了吧 它会把咱们刚才写的一个jason形式 变成啥 变成字符串的jason形式吧 当然你看我是不是没把这个name和age变成双眼号 就是它帮我变了 是吧 但是咱们写的最好也这样 写的最好也这样 保存刷新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字符串形式的一个jason 那么有意思不 字符串形式的jason 就是这个字符串里面是jason的格式 等等是吧 但是呢它是一个字符串 有意思吧 OK不 没问题吧 然后现在我把它接收 我把它接收一下 ware一个string等于这个东西 咱再看保存刷新 看这个string 它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是不是装的jason 比如说把这个jason 是不是转换成它形式的字符串了 对吧 那怎么给它转换回来呢 比如后端给咱们传过来一个字符串 咱们怎么把这个字符串转换成jason呢 很简单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后端给咱们传的字符串就是这个 这是这个字符串 里面是jason格式的 对吧 咱们想拿这个数据来用 怎么办呢 还是这个jason上面有一个方法 叫perse perse 你把这个字符串放进去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字符串给你解析成对象 能懂我意思吧 然后咱们拿到对象之后 对象是不是可以调用它的属性名和属性值 然后咱就可以把这个属性值拿过来用了吧 能懂我意思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其实咱们来回通信 咱传的也确实是这种东西啊 不然咱找一个 看他们能找的啊 network啊 network 我给你们看看什么叫数据的一个基本形式啊 好大啊 来好了 我在这 哎 这就有了 来看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格式啊 看 这是后端给咱们传来的数据 这是百度啊 百度在线传来的数据 咱们传到咱们的浏览器里面 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看着它 你看到吧 他们传的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吧 这个cur这个字段一般代表的query query就是你的检索词 能懂一个吧 query检索词 这个p啊bs啊 这些东西就不太知道了 这是状态位啊 这s是这个返回的一个 就下来列表的一个值 可是咱再看一下啊 比如我搜 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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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大家看啊 有你邓哥对吧 啊 集敬大学什么什么什么 教授博士对吧 学历非常高 但很可惜 搞授医的对吧 犬类专家对吧 犬类 医药手术 博士生导师呢 很厉害啊 这是三年前长样子对吧 最近整龙了哈 看这啊 看这 嗯 再往后看一看啊 哪块是呢 邓 邓不是 邓虚名的这是 最下面哈 我给你找找啊 找找数据传输格式 看看什么叫数据啊 邓 邓虚名 啊 这 来点开 这是刚才咱们搜的东西对吧 刚才咱们搜的啊 邓虚名 是这样的 这是后端给咱们返回的一个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啊 它在浏览器里面 它直接能解析成这样 当然我们得进行一个 这个东西的解析 知道吧 它传过来是一个字不串的形式啊 我看看它的真实数据 能不能展示出来呢 Message 找不到了哈 找不到了哈 这个东西啊 咱们可以去动态的去自己更改一下啊 在这里 在这里我看看啊 WD等于邓虚名对吧 我搜一个A 看它出啥 搜一个A的话 它返回这么多东西对吧 什么 这块有个G G是这个group啊 是个组的意思啊 然后呢 这里面放了很多 这是一个阶层的形式 你能看到吧 你看到吧 这是个阶层的形式 然后这里面什么爱奇艺啊 阿里巴巴琵琶商啊 什么这Airband啊 包括这个Upfan啊 安居克啊 阿里巴巴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看好啊 我刚才是不是 我刚才是不是在这块写了A 对吧 然后我在这块啊 我写一个A 大家看一下 我写个A 大家看到第一个爱奇艺 第二个阿里巴巴批发网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吧 是不是下来菜单 这下来菜单是不是显出来是一个数据的传输 为啥能显示这么多东西 为啥我输B它就换了 对吧 这都是我说法的吧 我输B是不是输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要输A的话 是不是输这个 它这四个关键词 这四个关键词 从哪抓取的呢 肯定是后端传过来的数据 然后咱们前端给它放到页面里面去的 对吧 后端传这个数据咋传的 就是这么传的 也说前端会把这个G里面的 爱奇艺啊 这个阿里巴巴批发商啊 Airband啊 阿克饭啊 会把这些东西检索过来 也说咱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干嘛 拿到这个数据的特定的位置的数据 然后把这个特定位置的数据 放到咱们的下拉菜单的 这块这个位置 这块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页面的展示 肯定是咱们前端做的 对吧 但数据是啥 是不是后端给咱们传过来的 能不能有意思吧 咱们就拿那后端传过来的数据 往里塞就把这 后端怎么给咱传的数据 就是这么传的 也说后端的主要工作 就是把这个接口 咱们管这种数据叫接口啊 因为前端后端连接 需要这个数据连接嘛 这叫接口 后端主要工作 就是把这个接口做好 检索大数据 从这个数据池里面拿数据 给咱们 按照咱们的要求往回返回 能不能有意思吧 就这么个回事啊 所以你看 这是他检索出的所有的数据 你看 这个IS里面 其实最标准的应该是 IS里面的数据 对吧 如果这个下来菜单足够长的话 他会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给你放出来 全部都给你展出来 当然咱们是不是可以做 对吧 咱们学完这个网络传输之后 第一个作业好像是做这个 百度搜索 搜索框 咱们用他的接口来写咱们的功能 因为他是不是给咱们接口完 这个就是接口 你随便改他的东西 你看 这块你写A 这块有WD WD这块你写上A的话 就关键词是A 如果你写B的话 一回车 他就会返回B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咱们可以操作 通过接口操作 百度的后台吧 反正百度后台 这不写好了 写好之后 咱给传东西 他就来返回东西 对吧 可以慢慢的试 慢慢的把这接口都试出来 这是B 比如说你搜个其他东西 搜个什么呢 搜个邓 你看出啥 邓紫习 邓叉什么的 没有邓区名 对吧 邓不利多都有 都没有邓区名 对吧 邓哥知名度还不够 知名度不够 行了 是这样 等咱同学有机会的话 谁能在百度百科工作 你可以给你们邓哥加个词条进去 修改一下邓区名 对吧 原来当兽医的 对吧 原来当兽医的 这个改成兽 对吧 是吧 看一下行了 所以这是一种数据传输格式 里面有两种语法 这是数据传输格式 里面有两种语法 第一个语法就是json.purse 这个大的json 后面点purse 可以干嘛呢 让字不串 转换成json 第二种形式呢 是json.stringify 能让json转换成字不串 有没有意思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这俩 完了完了啊 这块就是这个知识的铺垫 行了 讲之前呢 我看看 讲之前咱再铺垫点知识啊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咱们这个知识 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了 什么叫深入了解呢 原来咱可能知道 一个表面的东西 这么来的这么用 现在呢 除了知道这么来的这么用 我还得知道 每一步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么用啊 先讲一下页面啊 这个页面呢 css atmr css javascript 它们三个符合一个配合格式啊 咱可能基本的这个概念都知道 但是一些深入的不了解 比如说现在啊 我写了一个atmr页面 里面有css 它是 最后它是不是会把这个页面展示给咱们 对吧 但是在展示给咱们的时候 叫做这个页面已经绘制完了 知道什么叫绘制页面吗 绘制页面这个 这个浏览器里面啊 有一个叫渲染引擎的一个东西 它会一行一行的去绘制一个页面 一行就是 以一个像素的高度为单位 一行一行一行 这么去绘制 能懂意思吧 就像那个3D打印一样 懂意思吧 3D打印是吧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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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吧 它一样绘制页面也是这样的 这个叫绘制页面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会按照你这天盲和css语法去绘制页面 然后咱讲这个事儿好 比如说我写个div 然后div有什么css啊 最后来来点什么css 行吧 这样 说这个div 这个css和它是怎么会 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怎么样加载顺序啊 这个atmrcss是怎么样执行的呢 我再讲一下 在这个系统内部吧 这系统内部 它是不会认识这个代码的 在这个内核的内部 它不认识你写这个div和这个东西 它不会让它俩产生连接的 它其实怎么办的呢 浏览器里面的内核 会对你的页面进行一步一步检索 首先先试遍你的html代码 首先先试遍你的html代码 然后呢 它会把html代码 比如说你写了一大堆标签 写一大堆标签 什么sdron里面 再套个em什么的 一大堆标签 它首先会形成一个东西 叫dome树 叫dome tree 第一个概念叫dome树 这dome树是干嘛的呢 它会把你的整个页面 一行一行的 就是整个html代码 一行一行的去识别 识别完之后 它会挂到一棵树上 这棵树呢 就是咱们正常看的一个树形结构 比如这个树的顶端 html 这是个标签 能懂得意思吧 树顶端 html标签 它就把html标签放到这 然后树的下面呢 这个树线 我在这个编辑里面没法换 我就不换了 然后这个树的左侧 第一个是什么 hide吧 对吧 hide的标签吧 树的右侧呢 是什么标签 按结构来呗 body吧 这body标签 body 然后hide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标签 然后body里面呢 还有一些body里面所属的标签 body里面比如说有div 然后并集的是不是有span 然后死状 然后死状下面是不是有em 这是一个竖型结构 能懂得意思吧 浏览器识别rxm代码 它会把rxm代码的每一个节点 放到这个竖型结构的对应的位置里面去 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节点的排列方式 来绘制出一个dome数 叫dome节点的竖型结构 能明白意思吧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而且绘制这个 挺好啊 而且绘制这个dome数符合一个原则 叫做深度优先原则 什么叫深度优先呢 比如说这样啊 深度优先就是 一条道走到黑 一条道走到黑 比如说 它会 比如说看完rxm之后 它是不是先看hide再看bowl 对吧 不是这么看的 其实啊 它会先看它左侧的树hide 然后再看hide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是说它形成竖的过程 是不是广度的 是深度的 深度就是先看hide hide里面有 有这个matter的话 就会是matter 有title的话 就会是title 然后直到一条直干 走到头之后 再反过来 看另一条直干 就是正常的顺序是这样 我重写啊 正常顺序是这样 深度优先原则 深度优先 就是说先形成 先看hcml hcml 然后呢 看hide hide完事之后 它形成的下一个数 不是body 而是hide里面的东西 它里面比如说title 那种东西是吧 这是一条直干 完事之后 再进行广度的 比如说hide完事之后 title完事之后 可能说来个matter 然后都完事了 是不是hide这一直就完事了 对吧 完事之后 它走body 走body呢 它先看body里面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body的第一个标签是 是div div里面呢 可能有死状 然后div的并级有span 所以它在解析这个body的时候 第一个解析的是div 然后第二个解析的不是span 而是div下面的东西 往深了去看 看死状 死状如果下面还有的话 它会看死状里面的东西 能弄意思吧 叫深度优先原则 懂不懂意思 深度优先啊 不是广度优先 广度优先就是 解析完html 然后解析head 然后解析body 然后解析title 解析matter 这叫广度优先吧 是不是横上层面的广度的 对吧 深度优先就是纵向的 一条直干先往下看 看到最底下 然后再反过来再看 用一个吧 叫深度优先原则 这是会形成一个dome数 形成dome数之后 别的别之后了 咱可这个dome数 咱先说啊 就识别这个dome数 就把这个dome这个节点 挂成一个数的结构啊 怎么样就要形成一个dome数呢 image这块写++++ i frame 这块也是++++ 反正我很多啊 带src这个东西 这块还有image src 拜拜 这块有span 这块有store 大家可以们看我这啊 咱最后形成DOM树之后 是不是得把这些节点都挂到DOM树上 对吧 那现在有个问题 咱们碰到这个DMV的时候 解析这个DMV 把这个DMV的结构放到DOM树上 没问题对吧 碰到这个image的时候 咱们是要等到image这里面的S241 把这个文件引入进来 下载完 才去把这个DOM树这个节点 才会把这个image节点挂到DOM树上 还是说看到image之后 就把它挂到DOM树上 是要等它下载完之后 它才跑那个树上去 还是要看到它的时候 就是读完它就完事了 对了 挺好 咱们生成DOM树的过程 叫DOM节点的解析 什么叫解析呢 解析就是 我认识你是啥东西了 就可以了 没必要等你里面的东西全下载完 没必要等你里面的所有的文字都加载完 能懂意思吧 所有的内容全下载完 所以读到image的时候 系统一扫 这是image标签 好了 你该下载下载你的 我不等你下载完 我就把你这个东西节点 挂到DOM树上 懂意思吧 就已经形成一个树了 所以这块一定要听我说 解析完 叫DOM树的解析完 也是生成完 生成完叫解析完 对吧 DOM树的完成 代表着所有DOM节点的解析完毕 并不是所有DOM节点的加载完毕 懂我意思吧 就是所有DOM节点的加载完 一定在解析完发生之后 就下载完了 一定在解析完之后 解析完DOM树是不是形成了 那你什么时候下载完 你可能要等一阵了 对吧 你这个图片很大 你可能要等一阵了 但是还没等你下载完 我先解析完了吧 对吧 这是一个 异步发生的过程吧 异步啊 就是同时发生了 OK 这是DOM节点的一个解析完毕 所以说 问大家问题啊 如果说一个DOM节点 解析到这了 解析到最后了 一定意味着这个页面 已经展示完毕了吗 或者一定页面 一定意味着里面的东西 全下载完了吗 不一定吧 是不是解析完 一定发生在前面 对吧 只要DOM节点的解析完毕 OK啊 你们这个概念就好 然后接下来咱说CSS 这个DOM树生成了之后 干嘛呢 啥也不干 等着 DOM锤形成完之后 等着 等什么呢 等CSS树形成 CSS树啊 就是系统 根据咱们写的CSS 这些东西 也形成一个跟DOM树 类似的一个树 叫做CSS树 能懂得意思吧 生成一个跟DOM树 类似的一个树 跟DOM节点都是对应的 跟DOM节点已经对应的 然后 对应完之后呢 就是CSS树形成完之后 它的原则和DOM树一样 都是深度优先 这个CSS树形成完之后 它会和咱们的DOM树 它会和咱们的DOM树 拼到一起 生成一个新的树 叫做RenderTree Render写错了 叫做RenderTree Render是渲染绘制的意思 最后会形成一个RenderTree RenderTree真正的长的样子 你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这头一个DOM节点 这个DOM节点 下面写的 你该长成什么样子 你该怎么去绘制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把CSS树和DOM树 光当拼到一起 形成一个RenderTree 这个RenderTree 真正形成完了之后 咱们的渲染引擎 才会真正的开始绘制页面 能懂得意思吧 按照什么绘制 按照RenderTree里面的 每一条的规则 去绘制页面 这个时候RenderTree就代表 这个时候RenderTree已经写好了 每个节点应该怎么去绘制 在什么样的位置出现 符合什么样的原则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RenderTree最后形成的过程 这是三个数 这三个数 你不用太紧张 这个三个数 咱们后期到CSS3的时候 还会再讲一遍 我今天只是预设一下 能懂得意思吧 那时候还会再讲一遍 因为很多东西 现在咱理解不了 这是三种数 最后完事了 这就 然后就开始绘制页面了 然后再说一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绘制页面的过程中吧 有一些东西就很好玩了 咱们的GS是不是可以 咱们的JavaScript 咱们的GS 它是不是可以动态的改变 这个DOM结构和这个CSS的东西 虽然说不能直接改变CSS 是不是可以 可以间接影响 对吧 这一时候就出现一个 好玩的现象 由于咱们的RenderTree 是最后页面绘制的一个依据 如果你改变一个DOM的结构 你要删除一个DOM节点 或者增加一个DOM节点的话 是不是DOM数变了 对吧 你DOM数一变 你这个RenderTree 就得重新去构建吧 对吧 DOM数一变 RenderTree重新构建 RenderTree如果重新构建的话 这个页面就会重新绘制 从第一行一直绘制到最后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浪费效率 所以说咱们DOM优化的一个前提是 优化就是要避免做一些 无效的事对吧 低效的事 所以尽量减少这种DOM节点的一种 添加呀 删除啊 这种东西 能懂得懂得吧 即使你要做的话 你最好一次性的给它做完 你别做完之后 进行了很多其他操作 过一会儿又做一次 过一会儿又做一次 你这么反复做的话 它会反复进行一个RenderTree的一个构建 重建 能懂得懂得吧 这种RenderTree的重建 咱们管的叫 Reflow Reflow叫重排 重排或者重构 或者重构 这个在DOM操作里面 是效率最低的 重构是效率最低的 哪几种情况会触发这个重构呢 比如说DOM节点 DOM节点的增删盖查 增删 改 查 但这个啊 说的说的太清楚了 我具体点 DOM节点的删除 添加 会发生一些的改变 然后呢 DOM节点 的宽高变化 你想一个DOM节点 就是一个方块 在这下面 螺着无数个方块 你第一个方块宽高变了之后 你是不是会影响下面所有的方块的位置 是不是下面所有的方块都会重新绘制 这样的话 它也会重新构建这个RenderTray 凡是重新构建这个RenderTray的过程 都是一个低效的过程 等等 尤其这种大刀破斧的 从头从根拔起一起改啊 都会影响这个页面的一个效率的 然后这个这个过程 就是宽高变化呀 等等一些 就是影响物理变化 一些变化啊 就是说位置变化啊 它都会影响啊 对吧 就是Display None 它变成了Block 这是不是都算改变它的位置 对吧 这种东西 再包括一些特殊的语法 比如说 你要进行一个Offset Quiz Offset 还记得语法吧 OffsetLevel什么东西 这些个语法 这些个语法 你感觉上不是我查看这个 我查看Dome几点这个宽度吗 查看Dome几点位置吗 怎么它也会触发这个重牌呢 它就是会 当你掉用这个OffsetLevel和Offset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确实会计算这个Dome几点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但是系统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去计算 什么原则 它会把这个RenderTree重新构建一遍 然后重新渲染页面 这个时候它才能实时的保证球排的结果是实时的 所以它会重构这个RenderTree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时候也会触发这个重牌 明白我意思吧 也会触发这个重牌 OK 这些东西都可以触发这个重牌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也可以触发 这个具体的一些细则 咱们留到后期去讲 现在先了解一个概念 叫RaveFlow 叫做重牌 要编程要尽量避免这种重牌 避免重牌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 也是效率低的 但是相比调而言 这个效率低的就是可以有形可原的 叫Repent Repent叫重绘 重绘 绘制 重绘 这个Repent 比如说现在你给一个Dome节点 去改变它的背景颜色 是不是也改了 也改 你但凡改一个东西 这个RenderTree 它都会重新构建的 只不过是基于什么 进行重新构建 如果你基于CSS 的颜色进行重新构建的话 它不会全把它改变 比如RenderTree 这个节点上 这个元素 它后面的颜色 进行改变了之后 它会先把那个CSS数 的一部分改变了 然后对应到这个RenderTree上面 把那个一部分进行一个改变 比如影响比较小的东西 它重绘的只是这一部分 比如说整个页面都重绘 是这样的 所以Repent它的效率浪费的就比较少 所以Repent是可以接受的 改个颜色 字体颜色 比如改一个什么 背景图片 改个什么背景颜色 你背景图片的位置随便改 那都无所谓 它不会影响后续元素的 它不会影响后续元素的 但是你要说改一些其他东西 字体宽高改一下 字体大小改一下 是不是整个页面 它都会影响 就这样的话 它就会进行那种情况进行重构 进行这种重构 进行这种重牌 你单纯改一个字体颜色 背景颜色 它不会进行这个重牌的 它只会进行重绘 重绘效率浪费的比较少 也会浪费 所以这是两个东西 一个Reflow 一个Repent 没问题吧 我简单说说 给后期打点铺垫 我这两堂课都是成上旗下的 但下堂课不是 下堂课咱们讲 正则表达式 下堂课尽量别学习 下堂课叫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是脱离一切的一个新的支持点 一堂课就完事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脱离 它是GS的一部分 当然每一个语言 什么Java C++ 什么C Python 什么什么语言 都有正则表达式的概念 所以你这个学通了之后 其他语言全部秒杀 都一样的规则 一样的规则 只不过咱GS里面的更难一些 为啥更难呢 你GS灵活 弱数据类型语言 弱数据类型都是最 他们说的难 和咱们理解难不一样 咱们理解难是难掌握 难理解的灵活 对吧 论灵活的话 弱数据类型语言 是最灵活的 对吧 你强数据类型语言 你JavaCC++ 它就叫死板 那个数据类型 它是不可变的 很多东西 它只不过是语法长 这么老长 难记 它不是说难用 咱们是很灵活的 当然也没什么了 OK 行吧 默契半截完事了 开始讲 今天的第一个证课 叫一步加载GS 今天咱们讲到 这就完事了 讲到这 一步加载GS 一步加载GS 这个一步加载GS 是怎么回事 咱说GS是怎么加载的 GS怎么加载的 叫同步加载吧 你加载到我JavaScript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就卡在那了 是不是阻断了 这个LTMR和CSS的 这个加载线 是不是会阻断 他们的加载线 让他们等着 对吧 等我加载完 并且执行完之后 你们才继续下载 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能 对吧 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能 肯定的 你说为啥GS 能阻断他们的加载线 为什么 为什么GS会阻断 为什么GS的下载过程和执行过程 不能和ATM和CSS 定型的去做呢 对了 因为GS会修改 ATM和CSS 对吧 你这头动态的加载 你还没等 绘制我把你修改了 这不得了 对吧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要么绘制完了 你等我修改你 你要么等我执行完了之后 你继续来 对吧 反正咱俩不能同时吧 这是不能同时的 这是个根本原则 就像GS为什么单线程一样 这GS为什么单线程 因为它可以修改页面 它修改页面的时候 如果是多线程的话 如果可以并行做的话 一个线程去增加一个节点 一个线程去 删除这个节点 那到底是哪个线程呢 是没法定路了 对吧 所以这是GS单线程的一个原因 但是咱GS吧 咱们这个JavaScript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咱们的需求 是想让它变成这种 一部加载的 为啥这么说呢 你说GS 好 我把GS写到这 这个GS正常来说 咱们是做这种DOM修改的 对吧 但是咱学到现在 有一些JavaScript文件 它的作用 不是咱们原来那种传统作用 非得什么修改一面 有些JavaScript的作用 它是初始化一个数据 它跟页面根本就没关系 对吧 是不是跟一面根本就没关系 它不会操作页面的 对吧 而有一些JavaScript的这个包 它是干嘛的 它是引入工具包的吧 这个工具包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防不沈 你不调用 它根本就不会执行 对吧 它也不会影响你的页面的 而这些个东西 我们希望像工具一样 去并行的加载过来 能懂我意思吗 为啥说咱们希望 去并行加载过来 如果说你所有的GS 全是这种同步的 全是这种阻塞后续页面的 那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GS包过多的话 如果十多个GS包的话 并且这个十多个GS包 并不是所有的GS包 都是处理主页面的话 有些GS包就是作为辅助的 那么这么多个GS包 但凡有一个GS包 出现了1K 叫一个数据量的 一个误差的话 或者有一个数据量 没下载过来 网络阻塞了 你整个页面就飞到了 是不是它有一项 它有一字 竟然没下载过来 是不是后面的 所有的页面 都下载不了了 有点人还等的吧 这GS和阻断后续页面的 这个作用 比如说你看 有的时候你手机 放完一个页面 一开始它都会留白 留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才会展示页面吧 对吧 留白加载的加载是什么 知道吧 加载全是GS 你这个JavaScript 没下载过来的话 你后续页面 你别想下载过来 你得等它 懂懂意思吧 你等它完事之后 后续页面才会一边下载 CSS一边下载HTML 并且同时的进行绘制 懂懂意思吧 会等的 会等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JavaScript文件写的过多了 写了十多个JavaScript文件 你的风险概率是不是越大 你但凡有一个文件 除了那么一丁点毛病 你后面的东西 就别想下载完了 懂意思吧 所以这是风险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后来咱们研究 能不能把那些无关的 我不处理页面的 不修改页面的这个GS 咱换成一种 一步的下载 同时下载 你一边下载这个 一边下载这条毛 CSS 能不能办到呢 后续由于这个技术的 这个更迭 它把这个事确实给办到了 确实给办到了 这是一步加载GS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希望 加载一些工具方法的时候 比如加载一些数据 初始化的一些方法的时候 加载一些GS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些GS呢 是一步来的 甚至有些时候呢 我们希望JavaScript这个包 是按需加载的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才加载过来 不需要的时候 你别加载 这些个东西 按原来的方法 咱们是没法实现的 所以咱们要提出 几个新的方法 这几个新的方法呢 一步加载GS 有三种方法 实现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 Defere Defere Defere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JavaScript 比如这块 我来个SRC 叫Truth 我单纯这么来写的话 是不是这个GS 还是同步加载的 对吧 我想让它变成 一个一步加载的方式 用一个方法 叫Defere 很简单 在这个Screw标签的 头标签上 加了一个Defere 然后等于呢 等于Defere 凡是这种属性名 等于属性值的 咱写一个属性名 就可以了 这个知道吧 对吧 凡是这种属性名 和属性值都是一样的 咱光写一个属性名 系统就可以识别 对吧 只不过咱们按照标准的话 咱最好把它写全 这样Defere等于Defere 你加上它之后 这个GS 从此之后就变成了 一个一步加载的JavaScript 能听我意思吧 这个JavaScript 从此变成了 一个一步加载的JavaScript了 什么叫一步加载呢 系统读到这的话 它不会阻断 HTML和CSS的下载 它会和HTML和CSS 并行的去下载 你们下载你们的 我下载我的 咱谁也别影响谁 能懂我意思吧 这里变成了一步的了 它有一点小的规则 规则呢是 首先第一点 它只有IE能够用 这个Defere 听不懂 这个Defere 咱们的标准浏览器 什么Google 什么这个Firefox Opera 这些浏览器 它是用不了了 这个浏览器 它是IE给自己提出的 一个新方法 给自己提出 也不算新方法吧 它只是IE给自己提出的 一个方法 IE9以下能够顺利的可以用 IE9以下可以用 这种方法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这个代码 写到它的内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除了可以引入外部文件 让它一步的去引入以外 咱还可以去把这个代码写到内部 比如说在这块 定义一个 Ware一个A等123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WareA等123 这个Script的一个 一个代码块 它也会变成一步下载的 我意思吧 这样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你不能用SRCU里面的 这是肯定不行的 你知道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 然后咱说它什么时候执行的 这个一步加载的defer 它的执行周期 比如说执行的时刻 是要等到整个文档 全部解析完 它才会被执行 正常咱们的JOSPERS标签 是不是解析完 正常咱们的JOSPERS标签 是不是下载完立即执行 对吧 正常咱们JOSPERS标签 下载完立即执行 执行完之后 才会去下载 而这种JOSPERS标签呢 它要等到 并不是说它下载完了 立马就执行 它要等到整个页面 全部解析完事 才会执行 什么叫整个页面 全部解析完事呢 也就是说DOM术生成完 DOM术生成完 就是这个整个浏览器 把这个标签 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行 把这个DOM术构建完了 叫整个页面的解析完毕 能懂得意思吧 这解析完毕 一定发生在页面 加载完毕之前 因为可能还有一些 图片文件没有下载完 对吧 这边看这样 还有一些文字明下载完 对吧 所以这个 defer的这个screw标签 它的执行的时刻 发生在整个页面 解析完毕时 懂得懂得吧 整个页面解析完毕时 这是它的 发生的时刻 没问题吧 这块 OK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 注意点 然后第二个 也能进行 这个一步加载的 是什么呢 是async标签 是这个async功能 async呢 它和defer 基本上是类似的 你写到这 async 是这么写吧 async对 async这个东西 等于async 等于这个async 它也可以实现一个 sync标签的 一个一步加载 实现原理和那个 中文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是 w3c标准的方法 i19以上都可以用 Google Chrome 包括这个 Fairfox 它是都可以的 这是一个标准方法 也就是现在咱们 乱七用它是可以的 这个能够东西的吧 用它是可以加载的 它有一些注意点 首先第一个 它是w3c标准方法 第二个呢 它不像这个defer一样 非得等到 整个文档全部解析完毕 才执行 它是加载完 立马就执行 并且都是一步的 执行的时候 也是一步执行 能够意思吧 它不会影响 页面里面的其他东西 一步执行 然后还有一条 async这个东西 只能够加载外部脚本 也就是这个东西 你不能在里面写东西 只能是在里面写src 等于一个外部脚本 能明白的意思吧 你在里面写的东西 它是不可以的 在里面写一个 什么东西 这是不可以的 在那个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什么 不能把gs写的 这是不能在里面写了 不能把gs写的 标签里面 这是这个async的一个区别 这个async吧 可能说你这么记比较难记 我教你一种简单的记法 async asynchronous 你看你把这个单词记住了 是不是这个好记了 对吧 不是吗 不是直接信 你看这个 你直接信给短的吧 就一个原因 四个辅语 你这个东西来回拼连拼迅 你可能评错了 你把这个单词记住 asynchronous asynchronous是异步的意思 这就是异步的词 东西是吧 这是异步词的一个缩写 async asynchronous 这个asynchronous 你再加几个单词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对不对 按的插帽 就是 就是咱们后期学网络的时候 阿杰克斯的一个缩写 阿杰克斯的一个缩写 好了 这是和那个差不多的一个一个东西 叫async 叫async 好了 那现在咱看一下 现在咱看一下 呃 那现在实现这个异步脚本的加载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defer 第二种方法是async 总结一下 这个defer呢 是IE用的 async呢 是非IE浏览器用的 当然有一些IE的高半律浏览器 也是可以用的 符合W3C标准都可以 defer呢 它要等到整个文档解析完毕 才会去执行 它加载完的这个脚本 async呢 是 加载完这个脚本 就立马去执行 这两个东西 在执行脚本的时候 都是异步的 它也不会影响 页面的其他部分的下载 那东西是吧 不会去阻塞的 然后有一个区别 就是defer 除了可以引入外部的GS文件 让外部的GS文件 变成异步的以外 它还可以让内部的GS文件 变成异步的 也就是可以把这个代码 写到这个GS标签里面 能懂得意思吧 这个defer是可以的 async就不能办到这样的 async只能加载外部的GS文件 明白我意思吧 这是一个典型的区别 能懂不 没问题 这是这两个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兼容性不好搞定了 我现在想任何一个浏览器 都能实现这种 异步脚本的加载 怎么办 我写defer 写defer 其他浏览器包实 写了sync 那i19以下咋整 那写俩呗 怎么写俩 在上面写个defer 你这不行 这俩要一起写的话就崩了 就崩溃了 这俩一起写崩溃了 那你这俩一起写不行 你在i19以上的浏览器 又能识别defer 又能识别lsync 它俩不冲突了吗 而且这俩是功能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种方法肯定怕死了 剩个 另一种写法 那另一种写法 怎么办呢 我再来个四处格性 我写defer 加载同样的脚本 你看行不 这个理论上吧 是没啥毛病 但从代码上呢 你加载两次同样的脚本 咱冲不冲突先不说 它有可能有问题 对吧 有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上面这个脚本 你加载完了之后 是不是会一步执行 你下面这脚本 加载完之后 是不是会等到解析完 才会执行 它俩谁先执行 不一定 对吧 而且这俩脚本 加载完之后 是不是代码会重结 会发生覆盖 对吧 有可能第一个脚本 在执行代码的时候 把那个值都覆完了 第二个脚本 要拿到原来那个值 进行再一步的处理的话 就发生错误了 发生混乱了 对吧 会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 因为它俩执行的时刻 都不一样 对吧 有可能我后加载的 我先执行了 等你马上执行的时候 我这帮执行一半 是不是咱俩就产生冲突了 产生代码覆盖 代码重叠 什么产生 其实执行顺序的一个冲突 对吧 这样的话 肯定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情况不行 那怎么办呢 就引出了咱们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就一二十九岁一 也不组织一面 这会看也行 第三种方法 就比较洋气了 这个东西是通杀 通吃的 而且最常用的 也是咱们的第三种方法 这个第三种方法 它非常强大 除了可以实现 一步加载以外 它还能按需加载 我什么时候需要这个脚本 什么时候加载过来 什么叫按需加载呢 就比如说 咱们页面上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点击完之后 它会生成一大堆新的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 咱经过统计 这个用户只有0.01%的概率 会按这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 它点完之后 需要的方法 需要执行的东西 咱们可以放到一个GS文件里面 当用户去点击的时候 咱们动态的去下载完 这个GS文件 然后再去执行 就可以了 因为有太大的概率 咱不需要这个代码 没必要让它加载到页面里面 占的空间 能懂得意思吧 所以有些时候 咱们是按需加载 需要的时候再下载过来 能懂得意思吧 会有这种情况的 总之一切的情况都是为了优化效率 懂得意思吧 都是为了优化效率 接下来这种方式 一步加载GS 是这样来办到的 来听好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在页面 我们在GS里面 是不是可以动态生成一个 这个动态生成一个DOM结构 怎么生的 比如说创建一个DIV 怎么创建 等于Document.create 对吧 create element DIV 是不是这样就完事了 这是个DIV吧 然后咱可以创建很多种 这个标签 就比如说 咱还可以创建 这个标签 可以创建一个sql标签 这怎么很高大上吧 对吧 创建完了之后呢 在sql标签 咱可以给一个type值 这个type值啊 咱直接这样 咱把这个type值 直接copy过来 这也可以 对啊 咱是一个sql标签了 给创建一个type值 这当然写不写的无所谓 你也知道的 这个type值是无所谓的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啊 咱给这个sql标签 加一个src 这个src 也是一个字幕创的值 这都它属性啊 src呢 等于tools.js 啊 tools.js 到写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吧 到写到这儿的时候 你让它的src 等于值的时候 这一句执行完 系统就会下载 这个地址里面的东西了 那种意思吧 就是开启一个县程 去加载那个标签了 这种意思吧 这时候 而且这个时候 下载的过程中 也是一步的去下载 但是下载完了 什么时候执行呢 如果你代码停写了这么多 它永远不会执行 它只会去下载 永远不会执行 那什么时候才会执行呢 当你把这个 当你把这个标签 插入到这个页面里面去的时候 append child 这个script 或者在head里面 在head里面 append child这个script 当你把这个标签 插入到这个script里面去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这个东西 才会去解析这个脚本 能够是吧 否则只是下载完 啥都不干 明白我意思吧 是这样的过程 就是现在 咱写一个script 写一个script demo.js 里面写 写啥呢 写console.log吧 或者这样写alert alert对吧 老邓 别老邓了对吧 行还老邓吧 老邓很柯的对吧 赞美一下 还有一种说法吧 总是很太学对对吧 不是特别很柯的 对吧 不是特别很柯的对吧 就快改一下 改成demo.js 保存 咱看啊 我把这行注释掉 刷新 会执行吗 没执行吗 对吧 但是这个gs下面下载过来呢 怎么看这个gs下面下载过来 这块有个network network会把咱们 所有下载过来的东西 展示到这里面去 比如说咱们一开始 加载了一个 Lesson23.atm 这是咱们自己的文件 对吧 它把所有的网络请求 都发到这 刷新一下 没显示在这里对吧 没显示 没显示也不对啊 它已经下载了 其实 看看啊 source 就这样啊 我先把它弄出来 刷新 弄出来之后 它才显示 其实它已经加载完了 它只不过不显示而已 怎么让它显示呢 我想想啊 看时间线有没有 算了 算了 这么着吧 这么着吧 这块咱理解一下吧 理解一下 因为它显示这个 在页面里面是显示层吧 它非得把这个 它非得等到这个东西 已经下载完了之后 它再去显示 但这个东西 它已经开始下载了 我想说 这么肯定呢 因为咱们有个灯塔模式 灯塔模式 是创建一个image标签 然后让这个image标签呢 只作为一个 预加载的一个东西 不去加载的页面里面 它只作为 预加载的一个层面 让它去 把这src里面的值付过来之后 它会把这个image的东西 加载过来 形成一个预加载 以后再用的时候就方便了 就不用去24加载了 去拿缓存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预加载机制 但在这呢 它也会去下载的 sq标签的src 它也会把这个东西下载过来的 就说一下 然后下载过来 当你把这个东西 document.head append child 把这个sq标签 添加到页面里面去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 才会去执行 现在你看 就把这个东西去打印出来了 才会去执行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过程呢 咱就实现了一个预加载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 咱实现了一个 异步加载gs的过程 就是你看 新建一个标签 然后让这个标签 等于src 等于src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异步下载的过程 然后把它添加到页面里面去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异步加载 这个速写标签了 当然呢 当然了 它还得依赖于 另一个输入标签的执行 对吧 当然这没什么关系 反正一步加载 然后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个东西 有一个啥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 我加载过来的 是一个tools方法 对了 就是demo demo里面有个方法 这个有个function function是test test的方法 叫执行 里面打印一个a 现在哈 现在我要 执行这个test 能执行吗 执行这个test 能执行吗 能执行吗 不行吧 为啥不行呢 也不是真的不行 也不是真的不行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这样set timeout settimeout 大家记得吧 是不是定时器 对吧 这个定时器吧 在一秒之后 再test 执行 保存刷新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看清吗 这就可以了 为啥时候一秒之后能执行 当前执行不了呢 说对了哈 还没下载完呢吧 程序执行 是不是以微秒级的 对吧 以微秒级的吧 你看啊 第一行创建 第二行设置 第三行下载 下载 他需要去发一个请求 他需要发一个请求 等这个请求想要完之后 去慢慢往回回 回归这个资源 对吧 是有一个发请求 回归资源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在发生这个过程中 他就把下面这一行 和这一行 都已经执行完了 一个程序执行 是非常快的 并且这个下载 是不是还是一步下载的 他没说你阻塞到这 你等我完事吧 对吧 没说吧 一步下载吧 所以 当他执行 把这个sq标签 添加到页面里面去的时候 可能这个东西 还没下载完呢 当他执行test的时候 可能这个东西 还没下载完呢 明白我意思吧 这个文件要稍微 你看这个文件 还是几行呢 这个文件要稍微再大点 他肯定下载不完 对吧 所以你在这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肯定不行 在这执行肯定不行吧 那 那 咱问题来了 我引入的是工具方法 引入之后 我无疑是想让他执行的 对吧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执行 是不是成问题了 什么时候我才能用啊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下载完呢 你不能说 最后让我等五秒 下载完等三秒 这没个定论对吧 你五秒万一都下载不完 是不是还是会告诉我 对吧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咱现在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 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能提示咱们 他下载完了 然后得到提示之后 咱们下载完了之后 咱们才去调用他的方法 就有没有一种提示机制 说哎 你看我下载完了 你用吧 有没有这种东西呢 有的啊 有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非常好玩啊 但是弄这种东西之前呢 咱先把它封装成一个方法 别的了 别的了 咱先写它吧 一会儿来封装吧 有一个机制啊 叫unload unload unload这个事件 这个load这个事件 我是不是讲过 咱说只有window有 那时候说 对吧 我没说只有啊 我说window上面有个 有个load的方法 对吧 有个load的事件 对吧 不是只有啊 很多东西都有load 但反正能下载 都有load的事件啊 这回load的这个事件呢 load的是script script.unload unload这个事件 unload的事件代表什么呢 当它触发这个load事件的时候 就代表它下载完了 能弄我意思吧 当它下载完了的时候 我们再调用咱们想要的 这个test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看保存 刷新 刷新 你看 这每次都能打出a 对吧 这个就确保了 当它下载完之后 才去执行咱们的方法了 对吧 如果它下载不完的话 是不是永远也不去执行 对这吧 ok 行吧 这是一个load 而且这个呢 它的兼容性非常好 就是safiri 兼容了 chrome 兼容性非常好 firefox opro 没了 是不是 基本上该兼容都兼容了 对吧 就ie不兼容了 ie不好使 ie没有load的方法 ie没有load的事件 就是 ie就script的标签上 没有load的事件 就它身上没有 很可恶 那ie咋是 ie我也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下载完 怎么办呢 ie说了 没关系 也给你提供一套完整的 对吧 我有自己的语法 因为我来办事了 对吧 就烧点脑 ie的这一个东西 叫啥呢 它就不是load的事件了 就说 ie它非常特殊 它有一个状态码 就说 ie非常特殊 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叫readystate 就readystate 谁上面的状态码呢 script上有个状态码 可能说你对这个状态码 比较陌生 但你不要 也不要太陌生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个属性的东西 这个属性里面存值了 这个属性里面存值了 一开始存的值呢 是loading 一开始存的值loading 它会根据 script标签 加载的进度 会根据script标签 加载进度 就这样 它会根据script标签 加载这个进度呢 去动态改变里面的值 如果这个标签 加载完了的话 它会把它的值改成 complete 或者改成 loaded 能懂得是吧 它会动态的去改变里面的东西的 就是当它变成loaded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它下载完了 能懂得是吧 然后咱们监听它这个东西 IE里面提供了一个实践 叫on ready state change 就是当这个ready state 这个状态码 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实践 叫on ready state change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是不是改变一次 它会触发一次 改变一次会触发一次 对吧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咱们写一个代码 就script.ready state 等于等于 complete的时候 或者 script.ready state 等于等于 loaded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它加载成功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test就完事了 对吧 这时候得有一个状态码的教验 状态码的教验 也就是说 它是要等到 这个状态码变成complete 或者这个loaded的时候 它才是代表了 它这个东西加载完 对吧 但是什么时候变到loaded的 什么时候变到complete的呢 咱们得需要一个事件去监听嘛 这个事件就是监听 你这个状态码啥时候变呢 啥时候变呢 而且这个事件 咱们到阿贾克斯的时候 你还会再一次解锁 所以那时候还会再讲一遍 所以你不用太紧张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IE 给咱们提出的一个方法 这是IE的 这个呢 是这个非IE的 对吧 所以他俩的结合 是一种标准的方法 所以这时候给它加一个 if else吧 if script.ready state 有这个ready state的话 那就用这个 对吧 那就用这个 这能看到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标准的 那是这个 是不是下面这个unload好了一节 对吧 unload好了一节 接下来呢 这个方法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 就已经差不多了 保存刷新一下 你是不是这个A 它还会出来对吧 当然它走的是下面这个unload的 咱们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干嘛呢 这个函数就是当咱们需要去一步加载一个script标签的时候 用这个函数就OK了 这个函数呢 叫function 写个名字啊 叫function function 叫 叫什么呢 loaded 叫load 叫loadscript 然后里面传点参数 传点参数之前 我先把代码拷过来啊 然后传点参数 你说参数应该写啥 参数代表变量嘛 参数是不是代表 应该适应所有这种情况 对吧 有了参数这个程序才变得美好 对吧 参数应该写啥 src对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变量 你每次可能要求加载的文件不一样 对吧 src 把它变成url 对吧 url 这个参数这块写个url 等待用户去传 对吧 还有一个参数 看你们能不能发觉 咱们按需加载一个东西 为了执行他的 按需加载一个 sq标签的话 是不是为了去执行他点东西 对吧 一般去为了执行点东西吧 为了执行他一个方法吧 对吧 你说按需加载 一般按需加载都是 一般一步加载都是有要求的 都是按需加载 对吧 咱是为了 咋招 为了执行这个东西吧 为了执行一个函数吧 咱们执行这个函数 是不是每次都是未知的 你未必都是这个对吧 未必都是这个 那咱咋整 把它传进去吧 对吧 说把它传进去 传进去 怎么传 这个东西啊 就是当 咱之前讲事件的时候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 我说事件里面有个东西 叫绑定的事件处理函数 对吧 咱们管事件处理函数 叫回掉函数吧 为啥叫回掉函数 咱说当满足一定条件 才执行的函数 叫回掉函数 对吧 所以这块 它也是当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才调用的函数 它也叫回掉函数 对吧 回掉函数有个名字 叫callback callback 所以这块 咱们弄成callback callback 是不是这样一个方法 就封筒完毕了 对吧 但还有点小的 小的残缺 什么叫小的残缺呢 咱们再考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onready state 坚轻的是啥 onready state 坚轻的是啥 坚轻的是ready state的变化吧 是不是ready state 一变 它就触发这个东西 你这词都写着了 onready state change 对吧 这个ready state 一变 它就触发这个东西 一变就触发这个东西 对吧 那现在有没有一种情况 叫 我这块 叫 script.src等于URL 是不是它现在发生 然后再绑定这个函数 对吧 绑定这个试点 对吧 有没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这个电脑 在这个服务器旁边 我查了一根10米宽的一个光线 对吧 这个比我本机 这个这个这个 比我本机存储还要快 对吧 比我本机存储还要快 我 script.src等于这个URL的时候 瞬间就把这个资源给下载完了 瞬间下载完了之后呢 那script的ready state 是不是瞬间就变到最终状态了 对吧 瞬间就变到complete的状态 对吧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如果瞬间就变到complete的状态 那你这块绑定这个东西 还有意义吗 人瞬间就到了终止状态了 你不会再变了吧 是不是你这个事件 就永远不会出发了 就在你绑定之前 我就已经达到始终 那个状态就不变了 在绑定这个事件之前 我已经是complete了 所以你这个事件 不可能就出发了吧 这个事件的出发 依赖于从loading 变成complete的这个过程 对吧 那我直接在你绑定事件之前 我这个状态已经完事了 你绑定的还有啥用吗 就好比咱们写一个window.unload 是不是叫window.unload 当整个页面 全加载完毕之后才执行了 对吧 那如果 听说啊 那如果我在unload之后 我才绑定window.unload 我在整个页面都加载完事之后 我才去执行一个代码 去绑定window.unload 那这个unload还会执行吗 就不会执行了吧 他已经完事了 他触发什么东西啊 对吧 事件不在于触发吗 对吧 比如说你在点击完事之后 你才绑定这个点击事件 那还会好使吗 不好使吧 你是不是在点击之前 才绑定事件 这个事件才会被触发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这之后 你不往后泡吗 这个也是啊 你如果都在他变化完了之后 再绑定这个东西 他就不会变化了吧 他不会变化 就不会触发这个东西 所以在IE上 是不是这就不好使了 能懂我意思吧 那怎么来实现 这个东西的兼容呢 咱把src.url 放到绑定事件之后 放这 是不行 懂啥意思不 就是我先执行 这种绑定事件 事件先给你绑上 然后你再加载这个文件去 明白我意思吧 我先把你事件绑上 然后你再加载这个文件去 是不是这回就万无一世了 我先绑定的事件 你肯定是在这个 你加的你这个 引入一个新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url的时候 你去改变这个东西 我这个事件已经绑定好了 你肯定会经过一个状态位置转化 对吧 肯定的 ok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然后咱就可以用一下它了 把它折叠起来 怎么来用呢 比如现在load load script 我按需加载一个东西 按需加载什么呢 tools.js 然后 咱们去 咱们去执行这个东西吧 我要执行这个 就把这个东西放到这 它最后能执行出来吗 最后能执行出来吗 别的了 我会在这写吧 我在这写demo吧 demo.js 然后test 这个test好使吗 最后好使吗 保存刷新一下 它告诉你报错吧 报什么错误 叫reference arrow吧 叫test is not defined 啥意思 我定义了 是不在这了吗 为啥这不行啊 走不走吗 里面的代码肯定没问题 为啥他会报错 问两个问题啊 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先执行它 再执行它 是吗 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是间解析一下 这个方克审 是不是就完事了 不会就看这没代码是啥 然后才会执行这个 去导致这个方克审的执行 对吧 那你在这的时候 你先塞进去一个test 你这test到这是啥呀 他都不知道吧 那文件还没加载过来的吧 是不是这个过程 往里传参传test的过程 发生在这个文件 加载过来之前 对不对 是发生在加载过来之前 那你在这的时候 这个test啥也不是未定义啊 你把一个未定义的变量 往里传 他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是不是他不知道 这东西是啥 对吧 想想是不是 走不走 这个方克审解决的 就是咱把这个外部文件下载过来 但是这个方克审在执行时 什么叫这个方式 方式执行 叫这句话执行完了之后 才会导致他的执行掉用 对吧 你这句话读到这的时候 还没完事呢 他就会解析这个test是啥了 这是不是一个变量啊 到这的时候 还没有加载文件的吧 还没有执行函数体的吧 他哪知道 这test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肯定给你爆出啊 test is not defined 对吧 还没定义呢 他怎么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这这块数不行 怎么写 那怎么写呢 我又想执行这个test啊 又想把它传进去 怎么办 有一种方法啊 这叫一个函数引用 对吧 这是不是叫一个函数引用 叫匿名函数 对吧 匿名函数 我传一个匿名函数进去 里面这个内名函数的函数体 是test的执行 你看这样行不 这是不是相当一个函数引用 函数引用在读的时候 他会读里面的代码吗 不会吧 在执行的时候才会读 对吧 咱都会了解 这个过程是不是咱都了解 所以在这里面你写test的执行 他根本在这个过程中 不会去写息的对吧 然后把这样一个函数引用传进去了 也就是callback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引用 那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执行这个函数引用 然后函数引用里面的代码 还是test的执行 是不是这回就可以了 保存刷新 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当他解析完的时候 他才会执行这个东西 按需加载吧 对吧 是不是需要的时候 我才加载这个东西 一步加载然后去执行 对吧 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加载 明白我意思吗 OK啊 然后还有一种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呢 也可以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callback 变成一种自图串形式的 那自图串形式怎么去执行呢 比如说我可以传个自图串进去 传一个test的一个自图串 自图串你放到这儿是没法执行的吧 但是有一个东西啊 Evo Evo知道吗 我之前给大家留了那个书 是不是给大家看看对吧 那个模式里面是不是说Evo了 他说Evo的时候告诉他一下 不让用Evo对吧 我给他拓展一下 确实不让用啊 这块我也不让用啊 你拓展一下 如果你这块写的是自图串的话 你把这个自图串 放到这个Evo里面 callback 这个Evo 就会把里面的自图串当作函数代码来执行 能弄一下吧 当作这个代码来执行 当然这个功能咱已经见过了 那个setinterval 是不是也可以办这个事 把自图串当代码来执行 对吧 也可以办这个事啊 你把里放这个 放这个Evo 它是可以的 callback 保存刷新 是不是也执行了 也可以吧 当然还有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很需要和这个函数酷相配合了 咱们正常的函数酷啊 咱写成这样太低级了哈 咱一般情况下干嘛呢 写成一个 比如说写成一个 写成一个json对象的一个形式啊 org 握一个org 然后呢 里面可能说 比如说 咱起个低速点名吧 起个obj吧 对吧 起obj吧 或者叫这个酷啊 叫这个tools tools里面呢 肯定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这个test test是一个function 咱把酷写成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形式 对吧 写成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的形式 然后里面写console log什么a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哈 其他方法 比如说demo什么的 然后给他点什么什么其他东西 都不管了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这样 tools 方括号 callback 执行 在这也可以 tools 方括号 啊 tools 方括号 callback 执行 这样的话 你在里面传这个属性名是不是可以了 你传test的话 它是不是会 这个tools 它就是这个tools吧 对吧 tools.属性 执行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个基本的形式了 能看懂吗 这个 没问题吧 这个callback 就是咱们传的参数 传一个属性名 呃必须自不串形式的 然后这样的话 掉它 其实你这样 你tools点属性名的形式 是不是把属性值求出来了 属性值是个方式吧 你执行的话 是不是也执行了 保存刷新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可以提供了其中解决办法吧 能懂得吗 这是一系列的解决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 一步加载函数的一个写法 我好好说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一步加载gs 其实我写的是很复杂的形式 这个复杂形式为什么复杂呢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只是想一步加载一个gs 只是想加载一个工具库的话 那你这么写 也可以 当然了 你不是 你只想加载一个工具库的话 你是不是没有必要去 传一个回调函数了 对吧 没有必要传一个工具函数了 你加载完之后 可能等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执行吧 或者说 或者说这样 就你加载工具库的话吧 你在里面直接这么写 然后你监控它 什么时候这个函数 执行完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往外发送一个信号 当有这个信号的时候 你才随便掉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吧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是想针对于这个库里面的某些方法 去按需加载 然后按需去执行的话 是不是这个库 就是咱封装这个方法就很好了 又有往里面传的URL 又有回调函数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是用的比较灵活的 用的比较灵活的 但只是一种思想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但这种东西呢 作为一步加载gs的第三个方法来出现的 一步加载gs的第三个方法出现 就是它同时可以监控 这个它同时可以控制这个东西 是一步加载的 还可以控制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加载完 加载完并且去执行 对吧 并且去执行 当这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这个CoreWeb 你可能觉得加载完了之后 你要调用一系列方法 那你可以传一个书组进去 然后在里面修改代码 执行这个书组 是不是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更改这个代码 对吧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 基本的一个思想 基本的思想 你可以去更改 跟老大 咱下课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 自己去写一写 没话不会 你先个问题